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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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她心痛又懊悔 多年前她表示 已有交往多年的圈外人女友 双方年纪都大了 都不急着一定要结婚 龙千玉则是和前夫结束不到今年婚后 又遭逢失去爱女打击 至今依旧单身 今年62岁的猪肉王子蔡小虎 适逢出道30周年 被问到是否有计划 蔡小虎孝说 今年先让年轻一辈来出头 也特别出席歌手蔡佳玲的演唱会记者会 并以虎爸来自称 她透露今年将会成为蔡佳玲的演唱会嘉宾 不只要帮儿子 还请来女儿 男台湾购物天后 小佑一起来站台立挺 被问到近况 蔡小虎孝说 最近终于瘦了 过去有好一阵子 因为贪吃所以胖了 也透露自己从74公斤 受回正常的体重70公斤 虽然幅度并不大 但蔡小虎孝说 这样拍照比较好看 不然之前脸很圆 此外 难得答应担任演唱会嘉宾的蔡小虎则表示 从蔡佳玲身上看到刚出道时的我 她不怕吃苦 有理想冲进 因此当她向我提出邀约时 我立即回 没问题 干儿子我永远挺你 提到拜蔡小虎为干爹 蔡佳玲说当年在选秀比赛 曾多次演唱蔡小虎的金曲而未免 因而与小虎哥熟识 小虎哥很关注新人 给我许多的建议与关心鼓励 向父亲般叮咛 让我感受到无比的温馨 某次到她家做客 小虎哥笑说 看到你就好像看到儿子 两人因而投缘 因此就败为干爹 这一年来感谢小虎哥 持续的打气 我才能做到今天 台湾歌手蔡小虎 原本是在经营猪肉摊的 在32岁那年 因缘集会下参加了歌唱比赛 从此展露头角 更被封为猪肉王子 而她除了演唱无数情歌 给人深情印象之外 其实真实的她也是一个 非常念旧 重感情的人 像是她和妹妹之间的故事 凌晨5点去屠宰场搬猪肉 从肉跟骨头分离学起 她切猪肉爱编唱歌 渐渐在市场卖出名气 还有死中粉丝 有个约30岁女生 每天化浓妆来买猪肉 买了两年 一看就知道对我有意思 猪肉卖了八年多 29岁那年 朋友将她唱的歌录下来 寄给五灯奖 开始她的惊奇之旅 涌过五渡五关 获得出道机会 手上专辑往事甭提起 一炮而红 并获金曲奖最佳新人 她到台北奋斗走红后 不忘照顾老家 在故乡小港买楼宰措给家人 回高雄替大哥摆70岁寿宴 重回由侄子接手的猪肉摊 买菜婆妈看到她抢合照 和唱她的歌 让她受宠若惊 家中的兄弟姐妹 蔡小虎和妹妹最亲近 更夸赞妹妹长得漂亮 又会唱歌 原本前途不可限量 还和蓝宝石大哥听签约了 但却因为爸爸的观念 传统保守 最后还是命令蔡小虎 把合约拿回来了 然而虽然妹妹没有当成明星 但后来嫁作人妻 育有三个小孩 生活也可以说是平凡又幸福 但令人遗憾的是 最后妹妹因为生重病 而离开了大家 这对蔡小虎打击甚大 让原本已经从忧郁症 渐渐走出来的她 又再度陷入人生低潮 她不舍得回忆 我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小孩 我唯一一次在她面前哭 是她临走的前两天 那一次她拉着我的手 拜托我要好好帮忙照顾她的子女 直到六七年后 蔡小虎才终于走出 妹妹离开的悲痛 并期望她在天上 可以过得很好 除了妹妹 蔡小虎生命中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女人 那就是台语女歌手 林彦如 蔡小虎与林彦如 一直是友达以上恋人未满的红粉知己 却因一次误会 从此断了联系 当时蔡小虎上节目时 现场有一只大蟒蛇 让蔡小虎相当害怕 最后甚至因此不上场录像 然而没多久 林彦如接受采访时 被问到跟蛇有关的问题 被媒体拼拼凑凑成 怕蛇的男生我不喜欢 这样蔡小虎心里难受 最后即使林彦如想打电话解释 蔡小虎都不肯再接电话 后来蔡小虎渐渐沉迷于 国情歌 常常待在日本整天 灰昏噩噩 就这样过了三年多 不但丢了唱片公司的合约 继续也花了一大半 这样的荒唐人生 让蔡小虎的心渐渐生病 这就是她的忧郁症的原因之一 自年来 回日本三十多次 最高记录是一年飞十三次 她说 日本海关还扣留我问话 以为我到日本非法工作 当夜店牛郎 可能是因为我长得帅吧 后来海关打电话 问我的日本朋友 她说我是台湾知名歌手 是来玩薄青歌的 海关才放我通关 蔡小虎后来加入了好几唱片 事业在登高峰 便再也没有沉迷薄青歌了 但更令人扼腕的是 蔡小虎这位重要的女人林彦如 竟在她常往返日本的日子里 离患了重病 直到很后面的时间 蔡小虎才得知消息 也才终于在病榻前和她和解 多年后谈起这段遗憾 蔡小虎仍速度哽咽落泪 不愿再多谈 深怕内心脆弱 又将再次被唤醒 很多人都说蔡小虎的经典歌曲 一生只有你 便是这段故事的最好注解 是她心中对于彼此错过后 能做的唯一补偿 就在前年 蔡小虎透露自己身边 已经有个交往多年的女友 两人相当稳定 但并没有结婚的打算 女友是圈外人 我们觉得结婚是一个累赘 年纪都已经这么大了 女友她也心甘情愿 不介意不结婚 而经纪人则替她发声表示 女友和蔡小虎年纪差不多 现在对他们来说 快乐比较重要 毕竟已经辛辛苦苦打拼了30多年 现在只要能有一个伴就好 至于结不结婚并不重要 真心希望蔡小虎在未来 能一直过着幸福的日子 毕竟她曾经失去的已经够多了 在她十多年前 犹豫症缠身 因为心情烦躁郁闷 整天沉迷薄青哥 甚至将所赚钱财 花费殆尽 为了赌一把自己的运气 小小的薄青哥 就让她损失1500万元 虽然后来遇到贵人张景华 写了一声只有你给蔡小虎唱 专辑一出 立刻引发轰动 让她再度红遍台湾的大街小巷 终于走出阴霾 二度长道走红滋味 然而原本以为 一路顺随的她 在六年前突然从荧光幕前消失 日前原因终于曝光 一切都是因为心爱的女人 不幸过世 蔡小虎回忆 家中兄弟姐妹 她和妹妹最要好 更直夸妹妹漂亮 又会唱歌 原本大有可为 已经和最红的蓝宝石大哥听签约 谁知道爸爸却因为传统观念 要蔡小虎把合约拿回来 虽然当不成歌星 但蔡小虎的妹妹终于嫁作人妻 婚后生下三个子女 非常幸福快乐 谁想得到几年后 蔡小虎妹妹罹患癌症 虽然蔡小虎花的大笔钱 是请人去高山采取牛张芝 但妹妹仍不抵癌症轻蚀 最后撒手人寰 蔡小虎原本从忧郁症的折磨中康复 然而最心爱的妹妹 在六年前因为矮症过世后 让她再度陷入人生低潮 她不舍得说 我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小孩 我唯一一次在她面前哭 是她过世的前两天 那一次她拉着我的手 拜托我要好好帮忙照顾她的子女 如今妹妹过世六年了 蔡小虎才学会慢慢放下 并希望妹妹在天上可以过得更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